大家好,我們身處台灣,旁邊是William 我們今天想探討一個很貼地的題目 很多朋友來台灣,移民也好,讀書也好 其實也很想盡快取得多個身份 但William的案件是很特別的 你真是想做一門,有多遠一點的生意 覺得台灣的土壤很吻合 所以你真是想做另一件事,來到這一邊 這個背景本來很正路 因為在台灣的香港人,很多時候都是因為總共原因才出現 但你真是因為這個任務 不如說說你的構想是怎樣 我們再討論一下,究竟是否能做到 好,其實我現在正在做這件事 就是想培養一些人的閱讀興趣 現時的情況就是很多人 以前我們會看書,小時候 真的說起小時候 但大家就開始,自從有Facebook 或者其他IG等等 變成Facebook替代了看書這件事 我覺得是有點可惜的 我自己有個心願就是想培養一些人的閱讀興趣 方法就是我做了一些書的摘要的一個平台 一個APP 給一些看繁體字 聽廣東話的人 主要是香港,如果是繁體字就是台灣 所以你簡單來說,你想改變一個閱讀的習慣 就是想一些,特別是小孩子 他們如果不想看書的話,就聽書 其實是大人的 我在想的 大人,OK 即是他們不想花時間去看文字的話 就有些人做個 summary 然後就變成一個閱讀的版本,讀聲的 是,看又可以,聽又可以 我最想的當然是,那些人肯拿起本書來看 但說真的,距離這個,現在是正在反方向 以前的人真的會拿起本書來看 但現在就是越來越少人拿起本書來看 甚至乎,你說有聲書開始發展 但是不是真的很多人願意去花時間 去看完整本書,或者聽完整本書 其實我講真的覺得是不多的 那我,between這兩樣東西之間 那我就選了一個,我給一些閱讀的摘要 即是說裡面的重點 我只講重點,告訴你 那你大概是十幾分鐘,平均 那就會消化到一本書的內容 那其實整個過程就是,令到 你看完一本書,你本身是滿足感的 那個人是不是 他覺得,我終於完成了一本書 那我就將這個滿足感,由可能你要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甚至乎更多的時間 將它縮短到大概十幾分鐘 已經拿到一個近似的滿足感 近似而已 那當然,我看完整本書,你可以吸收的東西 當然可能會深入很多 那我看重點的,其實就是 都拿到,都學到一些東西 那他從這裏找出來的 看了,我們看完之後 即是一個專家找出來,找一個作者 還是一個讀者,找一個編輯 我們找編輯,我們自己有編輯 包括我自己,我在內 他們看完之後,就會找一些重點,寫出來 那我現在暫時,我算是把關的位置 說真的,有一段時間,可能我把關得一般 所以說真的,有些書,尤其是舊的那些 其實我覺得可能是做得不太好 那我自己也有一個學習的過程 現在越做新的,就越做越好 你這個項目是非常勉強的 即是你每本書都要讀完 是的 然後還要做一個編輯 是的 又量產不了 這件事是量產不了的 即是AI也沒有的 而且你讀過經典,可能已經有很多人做過一些編輯 你又要去看看,怎樣是最合適 譬如沙士比亞 你很難編輯十幾分鐘 即是他們含意等等 所以你又要有一定的知識 以及相當的專家水平 那你想做生意,還是想做慈善? 當然想做生意 兩方面我自己有些自願想完成 我的看法就是至少都希望他自負盈規 能夠活潮到,能夠養到我自己 至少我不是很大勢 即是如果去到這樣的地步 我已經心悶意足 為甚麼現在在台灣做? 其實我本來,大家都是香港人 現在身處台灣 我做的是繁體字的市場 所以我早就想做完香港市場 我都會過來台灣試 但人會不會過來呢? 其實說真的沒有考慮得那麼多 即是早幾年,我開始開始這個行業的時候 直至到幾年前19年 就開始發生社運事件 到2000年的時候就發覺很不妥了 加上始終我碰的東西都是一些和文化有關的東西 因為我自己都看一些關於 例如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些歷史書等等的時候 你都會發覺,那個趨勢就是 今天還沒有燒到我 明天就可能 我不知道明天是甚麼時候 隨時無端端就燒到來 但當它燒到來的時候 你才說要走 其實已經走不及了 所以我在2000年的時候就決定了 不如我要快點離開香港 很自然 因為我做繁體字 台灣就是一個市場 即2020年,國安法那年,月年 就離開了香港,離開台灣 因為剛才你說的那個閱讀習慣的問題 就算你說十幾分鐘聽一本書 可能都對抖音世代的15秒的 attention 已經是過分奢徹的 是的 所以你的目標是甚麼人 我會說 其實像我自己 我是一些有好奇心的人 我很好奇的 可能是一本書 你說給我聽的書名 說少許給我聽 我很想知道裡面大概是說甚麼 但你說15秒、30秒 其實等於沒有吸收過 你說要我花十個小時去看一本書 我又 以前可能就會覺得 都不知道這本書是否真的這麼好看 或者會不會都是老生常談 那些東西 講來講去都是那些 會不會很長時間 未必願意投資這個時間 說回來說 就像我自己 OK 我又想知道大概是甚麼 但我又未必願意花這麼長時間的這一類人 我自己其實身邊 有沒有這些人 我猜是有的 其實這個想法不是由我自己原創 我以前是做事的時候 接觸到一個英文近似的服務 我覺得挺好的 我就在那時候可以叫做 就是 我不敢說叫開竅 但對於閱讀那個興趣 就是那時候自己就這樣培養而成 不過就跟身邊的人講的時候 那些人就普遍反應就是 挺好的 但有沒有中文 就是中文的意思是廣東話 或者我們看的中文 當時有看過一下 有沒有近似的東西 那廣東話是絕對沒有的 第二就是 就算是中文 都是簡體字 沒有是有原因的 剛才你說的英文 畢竟是全世界的市場 受眾很明顯是多 那你說廣東話的市場 其實你覺得有多大呢 其實不大 說真的 如果你說三、四十年前 廣東話市場都可以 你說歐美 其實很多移民去當地的 都是用廣東話的 我講華人來算是用廣東話 或者馬來西亞等等都可以用廣東話 新加坡很多人說廣東話 但是你說 說現時 今天 其實說真的 廣東話這件事 是在收勢的 那個市場 但是我自己 因為可能沒有語言是廣東話 那我就覺得 我很不想見到這件事發生 所以 在我的 你可以說 很反智的一件事 如果你從生意的角度 純生意的角度 是很反智的 這件事 但是一些 所以我剛才說 一些自己小小的 一些 心願 想 保育廣東話 所以 除了我們寫了摘要出來之外 我就做一些廣東話的錄音 很坦白地說 現在其實錄音的程度 其實可能幾百本書裡面 我可能只有幾十本書錄了 那 那個量 還未夠的 其他的 我暫時只可以用一個電腦的聲音 因為錄音這個過程 其實都很 用你剛才說 其實都很 勢力的一件事 都很貴的 在我暫時那個客戶的量 如果我把資源撥去做這件事 其實我馬上就可以玩完了 你這個目標是 首先錄了一段 或者你一年要錄幾本書 現在我希望一個星期 能夠出一本書 所以一年就大概五十 或者五十、六十本 你真是非常intensive 你有沒有可能用AI來做 summary 如果不是全部你都要敷人手 看書 然後Sungry 才會有讀 真的很累 我的認知裏面 沒有 可能我不認識 原來有也不奇怪 我也不認識 但因為剛才你說的一件事 例如五十幾本書 但你作為一個商業 你會期待那些 revenue是怎樣 譬如有一個用戶 可以下載一個APP 接著是給一個月費 還是每本書 可以下載 還是怎樣 現在我們其實都很 generous 一開球 如果你純粹是想培養的習慣 每天看一本 其實是免費的 你登記了 我們都沒有拿來其他資料 你只登記電郵地址 然後你作個名字給我 我說我是Simon 都可以的 然後給個電郵地址 那你就可以登記 然後每一天我就會給你一本書的責要 明天就會不同的 第二本 第三天就會不同的 你如果純粹每一天想拿一本的話 就完全免費 但是當然了 我的櫃圈裏面其實也有很多本在 如果有時候你昨天聽完那本 你覺得很棒 我今天想再看 你再點進去的時候 其實它就會鎖掉了 如果你真的想自己選擇去看任何一本書的話 就需要用一個訂閱的形式 訂閱其實都是真的打算薄利多銷去做 現在講港幣我是38元一個月 就是基本上你去咖啡店賣杯咖啡 現在好像應該不止的 我想 如果是Pay for subscription 會不會期望那兩本會多很多 譬如它現在每天想怎樣說呢 每天都會有一本書 但是你是一個星期才會完成到一本書 你那本書來作的 那它聽完五十多本之後 你的貨就會完結了 因爲所以我就存了一輪 存了一輪書我才推出的 它不是由零開始 即是外界已經有幾百本在這裏 它不是只看我的新的 那我派給它那本 其實就是根據它填寫的興趣 它就不是說那一天你自己選哪一本書看 譬如我們有一些category 譬如我一進來 可能我對歷史有興趣 那你選擇了歷史 那我就會根據你選擇的歷史 那我就會找回相關的歷史書給你 但是當然歷史書 那你對歷史有興趣 很大機會 你會對一些社會科學的類型的東西 可能會有興趣 可能跟著再推廣多一點的 可能跟一些政治等等有興趣 那這些我會根據你的興趣 先給你 沒有了 我的library真的沒有那麼多 那我就會派其他給你 再派其他遠一點的 給你 所以其實你是推薦一些 題目給別人的 即是你選擇的書 是有你自己的選擇 所以你會推薦 那些書給你的用戶 可以這樣說 其實現在已經派出這個動作 就是系統的 即是用系統去派的 你今天收到的書 跟我今天收到的書 會不同的 因為可能你說歷史 那可能我是有興趣商業 這樣才算 我那個可能是商業的書 你那本可能是歷史的書 所以整個流程 你是怎樣說 除了說勞力密集之外 你還要做一個推介的角色 推介的角度就已經做了 你這麼多事面上的書 即是你選擇 即是你選擇 如果新書的時候 是的 我現在的做法 其實都比我的編輯 相當的程度自由 編輯 過去和現在 有兩班人 一堆就是我在香港的時候 尤其是在社運之後 有一些可能不是太方便上班的朋友 那他們是 如果他們又寫得下的 那他們又幫我忙的 現在都還在幫忙忙的 有些 那這個是一班 另外就 然後來到台灣之後 我就全聘請了一些編輯 那我的做法就是 因為我自己選書 我覺得我也是太窄 我自己喜歡的東西 並不代表其他人都喜歡的 那所以我就透過 他們告訴我們 他們自己喜歡什麼書 去給我 那當然我也會篩選的 就是你給我一本書 我發覺我看過 真的不行 這本做不到責要的 或者做出來都未必有用 那我也會彈的 那我舉個例子 我在台灣 曾經請了一個妹妹回來 她畢業不久 想嘗試去寫 那她就 給了一本書 我就好笑 那本書叫做 書名叫做 《漢堅未來》 很吸引 《漢堅未來》 但那本書是二十年前出的《漢堅未來》 然後她就問我好不好 我看完 她說的未來 要不就是已經實現了的未來 要不就是猜錯了的未來 對於現在我們的參考性就很低 所以這些書我就會拒絕 你越說越覺得 你真是一個很棍本的公司 那現在書發反應是怎樣 書發反應 書發反應其實 說真是一般 比我想像中 是 那個發展慢很多 有幾樣東西 我最初期期望 可能就是以前 譬如有人說 你做網絡工作 那就是 Facebook 購買廣告 這樣也可以 但是到我開始推廣告的時候 面對一個問題就是 IOS 她的私隱 Google 等等那些私隱 都開始說 我要收緊了 變成你能夠追蹤到 客人的興趣能力 越來越低 如果有做Facebook 廣告 就是所謂conversion 其實那個效果 現在的成本是很高 不成正比 但是你問我要不要做 其實我又不可以不做宣傳 我一樣都要做 但是其實就是 你每次去出廣告 其實就是燒了廣告費 在買著知名度 叫做某程度 希望可以慢慢把這件事推廣 始終暫時還是一個新的brand name 不是很多人知道 我自己希望 多些人知道這個服務的時候 就可以嘗試使用 然後如果他們覺得 咦 真是挺好的 或者認同 這個William這個理念也不錯 其實只是一杯咖啡的價錢 只是當作支持一下 希望有這樣的情況會發生 你其實最想標籤的是哪種人 剛才說可能是 一些中產或上班的人很忙 沒有人看書 但我想看 還是現在很多香港人離開了香港 他們想下一代都會懂廣東話 那會不會他們的子女 都是你的標籤觀眾 我會說兩樣都是這樣的 首先剛才說 我不敢說我們很中產 對於我來說中產 都是很富有的 OK 總之我們可能是一些 平時上班都忙的人 你說有沒有時間拿著一本書 可能真的沒有的 但需要不需要知道這些知識 其實是需要的 這些人絕對是我的target market 另一部分其實 其實說保育廣東話這件事 說真的 是不是我 即是那些 離開了香港的人的子女 是不是我的target market 那我就 他們可以看 但我不會說 將那個重點 將我的假想的target market 我怎樣去serve這幫子女 我就未必會這樣 我的假想的target market 都是那些 我很忙 我要 但我又需要 其實 其實在說 現在的社會 和以前的社會 很不同的地方 以前 就需要很多所謂專才 即你是律師 說你很厲害 可以賺到很多錢 你是醫生 你可以賺到很多錢 等等 買的其實就是 你的腦 你可以記到多少東西 你是律師 那些案例 你在說我誰知道 是嗎 但其實現在的這些 甚至是 мик 那些案例呢 上下網自己都搜尋得到 我自己也做過這樣的研究 要找案例自己去上網去刷刷刷 刷到這些案例出來可以做一些記憶 以前和現在那個世代 分別在哪裡 以前其實很講求你要專門某些東西 你認識很多 但反而現在你的社會是你要闊一點 你樣樣都認識一點點 你未必需要很深入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 你知道在哪一瓣道再深入滴運動的地方 找多一點點資料就可以了 整個社會的趨勢是這樣 我就希望幫到相信這件事的人 我們想擴闊自己的眼光 但是又沒有時間 看責要這件事就適合它了 所以我記得就是類似slashers的identity 類似slashers的identity 就是在社會上有不同的 knowledge 所以用一個比較促成的方式去 enrich自己的 knowledge base 可以這樣說的 所以我想最後想看看你的前路的計劃 是不是無論如何你都會留在台灣 繼續做你的心願呢 在可見的將來 這個是繁體字的市場 香港也沒有什麼自由空間 似乎你都只能夠在這裏 是不是 都可以這樣說的 其實 我無論是否發生社運也好 其實我已經想了 香港我做了一段時間 我都會來台灣 人是不是physically來台灣 是一樣的 但是我是不是 說真的你繁體字 其實真的是香港和台灣 香港是在說幾百萬人 台灣也在說二千萬人 所以其實那個市場是相對大的 但是你說熟悉的市場 我當然熟悉香港多一些 台灣就要一個人來到這裏現在去試 你說未來會不會離開其他地方 我不敢說 但是我自己的計劃裏面就沒有了 因為其實廣東方的speakers 全世界 其實廣東方的speakers 全世界都好像過益 即是你根據 包括那些第二世代等等 開華僑 歷年香港人移民 還有一些東南亞或者廣東省 其實有很多的 所以你可能那個市場 又會不小 只不過是看看如何能夠達到 一個新的世界 你說的改變的reading habits 是一件很難的事 即是你還有一個app 讓大家想用 其實你真的要改變很多東西 所以我想最後想問的問題 這是不是你一生的資源 即是你都幾 我想可見的將來 你都未可以去到那個 很普及的位置 那你會堅持多久 堅持多久 堅持到真的堅持不到 我想 你說要定一個年 說真的我定不到 我會 去到這一步 我真的只可以說見步行步 有多少少資源 就能夠發展還不多 有多少少資源 reduce 더ю 我覺得很多 現在要 某一程度 magneslot 要看菜 吃飯可以 但是 再繼續一個 세� seems to be 所以你現在創業的錢就是歷年的積蓄 是的 其實某程度也算是一個很大的賭博 如果你說不行就可能出來不知怎麽算 明白 大家有興趣可以下載 AppTag 其實是說 reading habits 比錢更加難去管理 你說是給錢做一件事 錢可以解決 但你講到每天的習慣就是水滴石川的功夫 是的 所以整個產品的設計都是因為想培養人的習慣 那是免費的部分 我每天都會有一本 我有參考過其他近次的服務 因為現在其實有 他們的做法可能就是我會給你第一個範疇 然後之後就沒有了 我覺得如果你給我一個這樣的 App 我看完 OK 但我不會每天有一個習慣去用 但如果你每天有一本全的責任的話 即全的責任 OK 那十多分鐘 我會有一個 incentive 去看 就不會說我進來看看 Chapter 1 再看看也是看 Chapter 1 Chapter 1 通常都是intro 就沒有了到 明白 所以我想大家期待一下 你還有多久時間可以延燒 應該這樣說 因為這是相知 你的一生的積蓄 而本身好像不太有profit making 你又是一個理想 這個年代其實真的很難得 所以 真是Good luck 大家多多支持 多謝你